出牌了 出牌了 一部校园舞相剧装机一般 让梦东城 陈云竹 林亚伦最初走到一起 他们的魅力歌剧特色 在戏中帅起而爆笑的演出 吸引了无数影迷的追跑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部青春浪漫爱情剧《东方朱丽叶》 让无尊出示荧幕便颇受关注 他凭借极佳的外形和非凡的气质 急速成为台湾花样美男的代言 健康形象 灿烂的笑容 精湛的演技 终极一般与《东方朱丽叶》 这两部欧商剧的成功演绎 为汪东城 陈云如 林亚伦 无尊 奠定了极高的人气 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 将会成为未来偶像团体的新霸主 菲伦海从此诞生 会紧张吗 很深 脸皮超级 如果适当的造型的话就是自信 我一点点看他 不是说很紧张 一点点 不是说很紧张 菲伦海笑笑笑笑笑 哎 你们四个人还记得彼此见面那一天 是几年几月几号吗 第一次吗 嗯 因为是分开见面了 对啦 谁跟谁是最先认识的 我跟大冬 嗯 那时候见到他也是觉得他很壮 哈哈哈哈 有吗 他不是有抱怨 抱怨什么 那时候是刚从健身房走出来 然后可能 他心目中的状应该是阿诺那一种 这一种 然后我看到大通 然后他就 我是怎么样 他说哎呦 这个二头肌好像要再练一下 请了二头肌是哪 二头肌是这边吗 就这儿 我觉得你这还可以再练一下 我心里想奇怪 我练完之后 我明明照镜子还蛮得意 那说明他已经练得很好了吗 没有 那时候我从来没有练过 那你干嘛让别人练的 我想要装一下 就是亲切 装一下什么 想要装亲切 把他弄巧成熟这样 对 然后他还因此记了我一笔 他心里想说我要再练装 我知道有一阵 易如刚回到台北 你也不敢跟你家里人说 你回来就拖着跑回来的 对 因为那时候 那一天你没有钱你怎么过呀 我就 其实有跟我妈妈讲 因为我回来以后 我就住到 也是住到隔壁巷子的朋友家 你很爱你隔壁巷子的朋友家 邻居全部都是朋友 就是没有 就是宿他家 然后因为我也是严不慈慕 我就先跟妈妈讲说我回来了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想说 看有没有机会拍戏 那那时候 因为刚好戏有一点延期 没有办法如期的拍摄 我回台湾大概半年后 才拍了终极一班 那时候我就跑去教英文 但你妈会拖着给你钱 是有一点 可是到后来我就真的跑去教英文 教了两个多月